飞尼克斯太阳近日遭遇了噩耗,对中投号球星德文布克遭遇了手部伤势,不得不接受手术,预计将缺席大于6周的时间。 这也意味着或许将缺席太阳本赛季常规赛开始阶段的比赛,即使他的恢复超过预期,在常规赛开始前付出,但是他的状态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也不得而知。 所以在最坏的情况下,太阳将不得不安排另外一套首发阵容,但问题是谁能够顶上呢?如果布克受伤了,他显然打不了空球后位,所以太阳最需要的球员就是空位。 沙菲尔哈里斯是其中一个选择,上个赛季他为太阳出战了23场比赛,尤其是在防守端的表现可圈可点。 此外太阳还有两名今年的二轮新秀可以考虑,艾利·奥特勃相比于德安东尼·梅尔顿来说更具有优势,毕竟奥特勃的选择顺位要比梅尔顿高出不少,梅尔顿的球风可能更适合布克,但是现在布克将缺席比赛。 不过他在夏季联赛的出色表现应该能为他加分不少,以赛亚·坎南是一名热衷于投篮的空位,但问题是他已经不再年轻,而且他也没能证明自己比上数三人更加出色,他甚至可能无法入视太阳的常规赛阵容。 但是他比名单上其他任何后卫都更有经验,这可能会给他带来一线生机。 综上所述,奥特勃可能是他们中的领先者,但坎南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。 而其他位置,德安德烈·艾顿已经锁定了首发中锋的位置,而又报道着,莱恩·安德森将成为太阳首发大前锋,而特雷沃·艾里加是球队中心水最高的球员,所以看起来他也会首发。 现在只剩下一个首发位置了,很有可能会在约时杰克逊·米卡尔·布里奇斯·霍体·J沃轮这三人中产生,布里奇斯更是和德奔后来的位置,但他也是新秀,不大可能立即成为首发,所以很可能是会在其他两人产生。 沃罗上赛季场均得分超过20分,他在太阳待的时间最长,但杰克逊可能是最有竞争力的球员,作为两年前的首轮速号秀,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很好的防守球员,同时他也开发出了自己的投篮能力。 所以在布克缺席的情况下,太阳最有可能的首发阵容是埃利·奥克伯、约时杰克逊、特雷欧·阿里扎、莱恩、安德森和德安德烈·艾顿,这可以说是联盟中最弱的首发阵容。 显然无法赢得太多比赛,这再次证明了布克对于太阳的重要性。